好啦 我整理好的这个老木 老木豹呢 我只有说老木 听起来乖乖 好啦 这个幽默大概只有讲闽南语的人懂 这个老豹刀 百年 还没百年 这193几年做的 他还要在十几年才会百年 算他90岁好了 90岁的老公公呢 你看他跑起来的花多漂亮 因为我又在修木刀了 我就讲了嘛 我收来的那一些木料 我昨天已经把不要的地方切掉 然后我刚为了修这一支真的是快累死了 我现在其实手已经有点酸 好啦 我主要是要给你们看一下说 不要小看阿祖 不要小看老公公 你看他很能用的 我等一下拍一个我在使用的样子 说真的这些 我记得我买没有很贵耶 而且我其实大概是因为预算有限 我那个时候去美国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钱 然后我爸有赞助我一点旅费 然后我回来以后存款几乎是零 我其实我是29岁去的 然后我之前在贸易公司做了六七年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跑去做贸易公司 去工作 然后存了几年的钱 然后那个贸易公司就是卖木工工具什么 那个时候台湾好多木工工具在外销 最近也是收到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要铸铁 像那个木工夹 尤其是木工夹那都铸银 那个木工夹都铸铁很多东西 台湾厂最近都收好快 所以我用蛮多东西也是一直要从大陆去找 这没有办法 大陆东西也是越做越好 当然我也买过垃圾 不会严 花掉好多钱 我美国时期买坏了这个 然后我就是拼命销 然后我发现这个 这个蝌蚪蝌的这个叫什么肖战 我们台湾话叫高粘 昂高粘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做爆刀的材料 你就知道它有多硬 我那时候看那个做爆刀的老师傅 一天到晚在那边削削削 花好多时间 真的超硬的 然后我刚刚有试着用一些滚爆 这个也不错用 因为它这个的话 可以比较使劲的拉 然后像这个也是有用到 但是这个就是要比较细面 就是一开始跑比较多的粗 大略上的处理 可以先用这个铁的 然后面要光滑要漂亮 我再来用这个细的 因为它这支很糟糕 这个落差又很大 所以我刚在那边削老半天 这超硬的 根本是 哦 其实我已经累了 哈哈 又 好啦 好啦 我拍一下 你看它这个跑起来多漂亮 这个料真的棒 又干 又干 又够干燥 然后又够硬 它那个不好的 有断裂的我都把它丢掉 这个没裂的话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它还有这个啊 山瓜坑 那个做木豹的老师傅教我的 说这个山 不知道山瓜坑还是山酒坑 我有点忘记 就是说它那个虫 这虫子吃的 有虫子曾经住在这棵树里面 这表示这个树干燥非常好 如果太潮湿虫子是住不了的 所以他们都喜欢有这个的 你不要以为说 那个爆刀上面有个小洞洞不好啊 怎么样 没有那个是好的 不要误会 不要以为人家都拿瑕疵品给你 不要 这个买工具 不是在买钻戒 不是在买黄金 这个 有一些东西 你真的要听听人家有经验的人讲 人家没骗你 人家真的是跟你讲真话 好你看他本来那个刀那么丑 那么恶心 我就是很讨厌这样子的漆的颜色 这个我昨天弄 我今天光处理这一支 我就觉得我快要累死了 因为我今天好难得有接到三笔生意 庆祝一下 运动一下再回家 吃太多了 中午吃便当吃太饱了 还睡觉 我发现人年纪大 不休息不行真的 不然我下午就没力气 你看我就先 我就先把它丢在这里 这四五支就够我处理很久 我现在把这个摆好 来看一下 你看它抱起来有多顺 看看啊 来 看一下老爷爷抱刀 吵起来啥感觉啊 这个声音漂亮很漂亮 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感觉上这个声音听起来真是超顺的 好啦 这个抱刀当然要摸得好 我这个四字夸 这个刀有点讨厌就是 它其实它前面要变窄 它后面要比较胖 但是它到前面要渐渐变窄 不是前后的那个 劲都是一样大 它前面要渐渐变窄 所以我就要想办法 让它前面窄 后面大 后面要大一点才好握 它前面刀尖要坐窄一点 一方面也是让它减轻它的重量 让它拾起来就很棒 你看 这个刷刀好几个 三个孔 这表示这是好的 可是其实我昨天在 我可能要从垃圾桶去拿 以前做木刀在挑尿 所以你如果要买东西 你要注意看这个 其实像这个就是 会 已经裂痕那么明显了 他也把它拿去做 我也真的就觉得莫名其妙 他可能是想说 这个在木柄那里没有关系 不会打到 但是其实很危险 这个 真的是很糟糕 好 好 再拍一下这个老爷爷的动态 我就差不多可以休息 原子累了 这个很难抱就是你如果真 顺利捣错的话 很明显 所以这个顺利要捣错 顺利捣捣错很麻烦 就是这样用 所以 很多老外把做木工当运动 就是这样子用 这个手不能坠下去 这个手就是总的在上面 这样子用 这样子用 好 可以了 ちょっとroyled 再也 spot一下 走吧 hyper 这也为什么 这个勇力 对 的 好